第四屆行政長官誕生 不少網民繼續惡搞圖片 梁振英被指是共產黨地下黨員 擔心他上任後會用高壓方式管治香港 並為23條立法 又不滿中聯辦干預選舉 選前為梁振英積極拉票 網民更加以台灣總統選舉和特首選舉做對比 說馬英九以689萬票當選總統 而梁振英以689票當選特首 同樣是689票 但香港被台灣